台北股市 哈囉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台北股市 其實今天的開低 原本都讓大家嚇了一跳 但是如果你在 過去知道我們一直提到 這個台子節逆家渣出全息的關係 大概在七八月份 這個蒸發的點數 可能高達這個三四百點 那今天因為一檔重量級 最重最重的 全重股 就是台積電的一個除息 所以蒸發的點數 大概有六七十點 我們沒有去精算 不過大約的數字 所以今天這個缺口 並不是所謂有 很多人看到開盤 大家問是不是有什麼 國際面的利空 而是在今天台積電的除息 自然會造成一個這樣的缺口 所以雖然今天指數是跌 但是如果我們 以這種 除泉息的還原的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是漲 其實今天是漲 因為比較準的 應該要看台子期 好 就是在七八月份 如果我們要去判斷 今天指數原則上的 它的一個漲跌 台子期它會比較準確一點 就是說你看的會比較直覺 看它是紅的 長的三三幾點 代表今天指數是漲 因為台子期在五月份的部分 已經先反映到這個 除泉息的一個 逆價差的影響 所以說在五月份 整體來講就是 那個時候你看現在是10623 現在價錢指數10779 大概還有100多點 所以目前來看 我認為就是說 在今天整體有一些除泉息的個股 表現都還不錯 類似像橘子今天除息 今天漲兩塊 然後 王品今天也除息也漲 今天看起來有除息的個股 台積電也是小紅 原來上都不差 這就是我上禮拜講的 在七八月的除泉息的行情 我認為是可以比較 樂觀去做看待 雖然今天量不多 我覺得稍微有點降溫 但是還有966億 還勉強可以 那就是後面這幾天能不能補量上來 目前的型態 我覺得整個 將權指數走得很漂亮 這沒有問題 那各國的操作 就像我談到的 還是折優折強 布局 今天有一些拉回的個股 我們還是有做一些 加碼的動作 那當然比較中高價一點 我們之前有分享過一檔 也有帶我們的特別會員 去做布局的 16679的裕太 那這檔個股我之前有提到 在藍牙耳機當中 我談到它做的是這個 NES的微機電麥克風 那過去它主要是在 NB市場 那現在也切入到 藍牙耳機市場 因為藍牙耳機要聽也要能講 那這一塊來說 技術的門檻是較高的 那裕太今年的營收也很好 所以今天算是一個很漂亮的 長紅棒做突破 這是我在之前有跟各位分享 也有陸續帶做比較中高價的一些 會員做布局 那當然中低價的個股 我們也有著墨 不論你的資金大小 當然你資金OK的 我也歡迎各位 還有很多機油股 可以跟著我們來布局 那有任何問題都歡迎 撥打我們的免費諮詢專線 080061588 就是合正 操作順利 拜拜 好 右上角的訂閱內容 給他用力的按下去 我們精彩的分析內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可以觀看到過去的一個 什麼記錄影片 想要提問留言區的部分 就是給大家發問的地方 當然千萬不要忘了鈴鐺 一定要記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時間收看到 最即時的資訊跟影片